对于新人来说呢 学会壁谷更重要一些 不是壁谷的天数越多越好 一般建议新人壁谷7到14天 切记及于求成 盲目的去追求壁谷的深度 长度没有任何意义 鼓励新人在壁谷期间呢 拌壁谷可以吃一点点水果啊 比如说每天吃一个苹果 也可以吃点大枣 功课做好了壁谷是自然发生的 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壁谷的天数 深度和长度 有心做功课 无心求成功 功课比不吃饭重要 生活比功课重要 调整好你的心态 才是最关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